Hello 我們是Chill Up 你覺得怎樣才算是有錢呢? 首先我覺得有錢人 起碼要生活無憂 不用為錢而煩惱 每個月都去到旅客 駕跑車 住豪宅 有十個八個工人 就是有錢人了 嘩 這一個是香港女生的夢想 可惜事實就是每天起床 一照鏡就看到一個敵人在 現實總是殘酷的 話說早幾年做街訪 有人說月日五萬都叫有錢 不知道現在大家是不是這樣想呢? 不如我們就街訪一下 大家現在是不是這樣想 Let's go 你覺得自己是屬於窮人中產 還是有錢人? 窮人 我一定是社會最低層的 窮人 無法選擇 窮人 為何這麼說 過到自己想過的生活才是有錢人 可能因為Fest Grat 現在都沒有很穩定的收入 剛剛畢業沒多久 回了一陣工 其實人工也不高 然後在家裡養兩老 我身上是沒有錢的 沒有上班 零收入 中產 哦 月日三四萬 你住村屋 你覺得月日和資產有多少才叫中產和有錢人呢? 中產都是三四五萬 中產可能15至20萬 三萬四萬 中產 四萬多 五六萬 五至六萬左右 六位數左右 我覺得是可以養到自己 然後有送餘錢 面好資或是儲錢 我都覺得中產 中產是萬八以上 因為我上一份兼職是萬八 有錢人就可能五萬左右 那你回到幾份兼職是有錢人 有錢人真的幾十萬一個月 可能醫生也幾十萬一個月 如果有錢人可能是 10萬 月日八萬 八萬千萬 有錢就可能年薪要至少過八萬 年薪千萬 我覺得都要看他自己的消費模式 大學生剛出來兩萬多元的薪金 但只是養自己的話 那我就覺得他已經很舒服的話 那就可以是中產 你身邊見過最有錢的人是怎樣 平時都很有空 可以包到一架私人飛機到處走 每天都帶幾萬元起床 每天都住酒店 每天都住酒店是做什麼的 就是在那裡住 聽我的朋友說 他之前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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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西貢半山 整層地下室都是練舞室 只是給他的女兒 用來練巴龍 內地的老闆 可能他在香港說 我想他去外府去選擇地 我心裡就好像 好像說得那麼輕鬆 我家裡有幾個行車 他平時生活會不會很圓滑 又不會 跟舞台差不多 我看到有錢人全部都很低調 反而比我們還低調 那你怎麼看得出他有錢呢 他那些很細節的位置 就是不會穿衣服很多錢 可能他的錢包 鑰子 然後價錢原來是一萬元的 他那些很細微的 他們在那些位置 你身邊見過最窮的人是怎樣的呢 每天照照鏡的時候 最窮的人我會想起 我之前剛剛大學畢業的時候 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上班 不自己帶飯 吃飯不要吃那麼貴 有得回家吃都回家吃 真的要捱麵包 沒有錢吃飯 坐車也沒有錢 都是因為賭 然後打到借錢 大家千萬不要去賭 真的沒有賭錢 有沒有東西你很想要 但沒有錢買呢 努力坐著錢買車 想養了家 應該有沒有不想他們再住這麼遠 因為我們現在住村屋 他們上來不太方便 看看能否轉有升降機的地方 沒有 買完了 那你買過最貴的東西是甚麼 鞋子 萬多元 iPhone 16 iPhone 16 iPhone 16 1Gb 最好 我有一個夢想 我想家裡有一個私人人員 漂亮一點的車 多自然 多幾部相機 又一個舒服的工作環境 我想真的是 氣財 你最想買那部要多少錢 3-4萬左右 那你有沒有試過借錢 是因為什麼原因呢 借錢是有的 因為我剛好那時候 要交租 消費了 剛好我那陣子 就沒有工作一個月 一時三刻就要一些現金周轉 借了幾萬元 去維持一個新計 試過的 那時候就去了銀行借 想要多些流動資金 升級一些器材 其實我現在都暢熱了 之前有跟家人提議過 可不可以借幾十萬給我 跟朋友借少少錢都有 但是就 立即還錢 儘量 那最多借多少 3-4萬 就最多一次 那次是被人騙錢 中片案 所以就 那次之後就沒有了 都有的 那時候收穿不到 你去哪裏借錢 跟公司 那你有沒有試過跟銀行借錢 也有 但是 看不到 你知道銀行和財務公司 在利率上有什麼差異嗎 我知道藝銀行是低息一點的 但是需要的手續是十分多的 因為財務公司是專借錢的 所以應該會容易借一點的 就是因為銀行大間一點 所以利率上好像都高一點 那財務公司應該門檻低一點吧 可能銀行會需要你有很多 例如 家企 或者是 良好的信貸紀錄 這樣才借到 但可能財務公司就會彈性一點 我借這麼多次錢 沒有少過銀行借 因為我覺得很煩 可不可以說一下借錢的流程是怎樣的 我記得好像打電話就是這樣 給少許個人身份 他很快就想批 如果是整理數 我覺得銀行利率低一點 銀行利率低一點 銀行 就是銀行 銀行可能額色低一點 那些財務公司額色會比較高一點 看來大家對財務公司都有一點點理解 其實銀行和部份財務公司在利率上都不像大家想像中那麼大分別 就以幫忙為例 他可以做到實際年利率低至1.12% 那豈不是真的比通漲更大 幫忙以日式計算 借多少日就只需要還多少日式 提早清還貸款 還不需要佛息 幫你省到不少資訊 真正做到早還早享受 有需要的時候真的可以考慮一下 十批時間也不會那麼久 先戴上我的頭盔 投訪者的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實際年利率按個別申請人的實際情況而定 都是那句 還得到才好者 我們這次的街坊就這樣了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